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斗罗大陆中,魂尸会因为获取的魂环不同而拥有不同的魂迹 虽然一些宗门的直系子弟会拥有一样的武魂,猎取一样的魂兽,从而得到一样的魂迹 但是每个魂尸会因为自己的发展从而选择不同的魂环 但是魂尸的魂迹除了魂环次与外,还有魂尸的自创魂迹 这些魂迹是可以通用的,而且是可以传承的 现在斗罗大陆动漫剧情已经发展到了魂尸大赛了 目前晋级赛才刚开始,在之前的比赛中 除了唐三一直在使用唐门绝学,我们只看到一次自创魂迹的出现 在《之火学院》中,魂舞其实已经初步展现过一次自创魂迹了 那就是容环,魂舞凭借强大的火焰操控能力容环这一招 是得到了七宝罗里宗首作《领风志认可》的 无奈唐三拥有火属性免疫的能力 所以即便魂舞能够容环,也不能直接击败唐三 难怪在赛后魂舞非常不服气了 可是俗话说得好,魂舞觉得自己的容环很厉害 那么,她是否知道,还有一种技能比自己的容环更颖天的吗 知道,浩天宗的炸环秘技是绝对比容环更加强悍的存在 要知道,当年唐浩就是凭借着这一强大的魂技 对抗五魂殿一种封号斗罗 使用这个魂技时 好好能够把自己的战斗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炸环能够在短时间内激发魂之的力量 并且是极致的力量 这两种魂技数强数弱 相信,大家心里一定都有魄了吧 虽然魂舞的武魂很优秀 但是品质还是比不上浩天锤 所以容环魂技自然也没有炸环厉害 像炸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魂技 也就只有优秀的浩天宗子弟才概念,才能练 这样的顶级魂技是非常逆天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